进校门两体温 数位学生证靠卡感应 开启一天校园生活 现在校园很方便 像这样福利社预约点餐 只要你有学生证 无论什么餐点直接搞定 以学生一日校园所需为目标 智慧校园结合各种服务 无论是保健室预约系统 还是福利社点餐 一张学生证全校跑拖拖 节省更多我们取餐的时间 然后不用在那边大排长龙 等待很久 这些校园的智慧系统 其实我们都是在做问题解决 就是说学校遇到了一些问题 那我们想去做克服 目前还有两项我们正在进行的 第一个就是校园能源管理系统 第二个就是我刚刚有稍微介绍一下 正在建制中的就是 晚自习的这个教室的预约系统 科技进入校园 整合各项行政系统 北师傅13号举行智慧校园 4.0成果站 展示各种校园智慧科技 研发还是需要试验 做成功以后 摩托确实可行 我们就传到其他的高中职 那再往下到国中跟国小 日常也利用这个机会 把整个学校运作的流程 在精实管理中 追求无纸化 无现金 更要精进运作效率 智慧校园4.0 111学年度将扩大推动 预计33所高中职 将陆续加入 并逐步增加服务范围 让校园也跟上数位化浪潮 人间卫视正名城 陈一轩台北采访报道 速入房 练 entrar